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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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聽到,大家好 先開這裡 Helen 早晨 Eric Bo Chang 早晨 早晨 Helen應該在美洲那邊 講早晨的 這個是Kelvin 銅鑼灣Kelvin Johnny 何生 8個早年 多謝你 Ray Leung Good evening GK在哪裏 JN說 Helen在英國 原來 難怪你說不走 搞到我都亂了 早晨是講Helen Helen講早晨 因為英國 JN在哪裏 是 部南 是 τ便 其實在哪裏 大甴 hey 麻煩你 我們再見將會是2月15日星期二年十五元宵節 才會再見 即是今天做完節目 就要隔兩個星期我們再見面 停兩個星期節目 其實目的是希望大家過一個開心心簡簡單單的假期 昨晚上課 有位同學問 香港其實還有沒有希望嗎? 我又會不會離開香港呢? 我沒有長遠的計劃 我只能夠說一句 我是樂觀的 我們聚在一起研究易經 易經是積極正面的學問 生生之慰逆 易經講的道理是周而復始 生生不息 我們學會春夏秋冬 四季的輪替 易經叫元亨利晶 他有他自己的規律 精夏會啟源 因為一個新的循環就開始 陽中會有陰 陰中會有陽 陽盡自然陰生 陰盡自然陽來 中午十二點 noon time 之後就開始日落 半夜十二點之後 自然慢慢日出 周而復始 好壞交替 但是 文明只會向前 文明不會失敗 所以我們可以樂觀 我們讀歷史 歷史上無數的暴政挑戰文明 有些用的是武裝力量 用屠殺 有些用的是恐怖威嚇 令你恐懼 但是事實 事實 是告訴我們 幾千年來 規律沒有變過 暴政必敗 然後文明向前 香港人擁抱文明 所以我自己就很有信心 香港人必有明天 因為文明不會失敗 失敗的必然是暴政 所以希望大家新年快樂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失去信心 看多一年半再抓人 師傅你好走 多謝你關心 OK 2022年1月25日 星期二下午 現在現場直播 歐美的疫情走入尾聲 但是香港的疫情好像剛剛走入高潮 一群高高在上的官僚和專家 在收入不受影響 他自己收入不受影響 官員36萬一個 問責局長 特首五十萬 差不多 港座教授 中大 港大 他們的人工不會變的 基本上是很固定地 準時地出糧 他們收入不受影響 他們衣食豐足的情況之下 但是他們還決定 決定那幫手庭口庭的基層民眾 不要來家外出禁足五天 那些酒樓伙計 廚房運輸 的士司機 裝修工人 全部 首庭就口庭 逆經講一堂上一堂 收一堂學費 不上就沒有學費收 我們不會固定有份人工 自動轉帳 用公帑支付我的人工 專家和官僚都這樣說 疫情嚴峻 都是為你好 這些是公共衛生安全 半夜遲風 翌日宣布再禁足五天 林鄭說讚 真是無逢銜折 當晚 這麼無逢的情況之下 安排出現了問題 沒有晚餐提供配合 那時間闖撤不關她的事 坐牢都一定要提供三餐 你暈住人坐大廈 不准人進出 又不讓人吃東西 又沒有提供飲食 這不是你的責任 當你說限制我出入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提供火食給我呢 那時間仓處 很抱歉 好嗎 每天有百多人感染 其實我作為一個做新聞工作的人 我第一個反應就問 裡面有多少人打了針 多少人沒有打針 打了針的人有多少人打了一針 多少人打了兩針 多少人打了三針 還要她打的是什麼針 科興還是biotech呢 再跟著比較就是 打了針和未打針那些 染了疫之後有沒有不同的 有沒有分別 專家就這樣說 她說 打了針就即使染疫 會避免重症的 還沒打針就大劑了 你一旦染疫就死了 死到臨頭了 除了專家說之外 可不可以給事實也說一下呢 就是說 其實葵聰邨那些染疫市民 打了針和未打針的現況究竟是怎樣的 葵聰邨那些染疫市民 如果真的好像專家說 未打針那些全部都進了ICU 那谷針效果就真的有效了 立竿見影 就不用靠什麼禁堂食 不讓人去喝茶 禁看電影 禁入政府大樓 這麼低樁 是不是 沒有了新聞記者 沒有蘋果 沒有立場新聞 你靠誰去改 沒有人問這些基本問題 政府也沒有興趣公佈這些基本數字 不用事實數字來引導市民抗疫 單是靠專家權威 加上政府的行政方便 這樣啊 那你的施政一定困難 因為寵物店的受貨源染疫 就要殺光了店裡的倉鼠 還要全港市民交出你的寵物 倉鼠 下一步要我們交出我們家裡的寵物 貓貓狗狗呢 喂 你說不是 不會的 你不要這樣啦 倉鼠就六十元隻 所以官僚 所以專家 很興率地要我們 交出倉鼠 人道處理 其實就是屠殺 他不然叫人道處理 那貓狗呢 有人不敢說 貓狗身價就兩三萬一隻 一般 我不知道你的家裡也怎麼樣 所以專家就不敢輕言建議 陶傑就說 如果賽馬會那千多隻二億馬又怎麼樣 那位三十七歲少女 那位肥妹 跟女馬主一起喝飲料 幹樂道西155號二樓 這個染疫的女馬主有沒有摸過自己的馬 馬房 馬會不會染疫啊 政府下令全港千多隻二億馬 全部一起人道處理 你敢不敢啦 說這些無謂話 那隻馬千多萬隻 如果你真的這樣想 這個比屠殺更嚴重的價值扭曲 寵物是家庭成員 他們的生命價值 不是在於他在市場上值六十元 還是六千元 還是六萬元 還是六千萬 就好像你的家人 每位成員都這麼重要 不是決定於他們的賺錢能力 接受政府交出寵物的行政命令 接受背後這套價值觀 如果因為倉鼠只是六十元一隻 就可以被犧牲 那有一天 你會被要求 為了公眾衛生 為了公共安全 為了公共安全 麻煩你交出你的家人 交出給你家人 當然是那些沒有賺錢能力 長期病患 拖累公共醫療那些 諸如此類 因為基於勢力的價值觀 為了公眾 衛生這個大前提 就可以犧牲你的寵物倉鼠 那有一天 就可以用同樣的邏輯 犧牲社會的腦弱傷殘 對政府而言 抗疫這麼好用 半夜可以圍封你家 拍門叫醒你下樓檢測 然後告訴你這麼足五天 林鄭秦這個葵 葵葵村 還被人家小距老美 所以加監兩天 她不用管你的生活需要 也不管你的死活安排 香港 又怎麼捨得 沒有疫症 沒有了這位奧米狂呢 你說 一片混亂的遺風禁足令之下 閃國臨就宣佈參選特首 不說不知 原來還有一個多月 三月就開始特首選舉 很多人都問我 閃國臨是誰 我想問一句 你是不是真的有興趣知道 閃國臨的背景 香港的特首是陰點的 但總要有人抬抬瞧啊 大家如果一直有留意新聞 在大躍進時期 用人手埋在田裡的大蘿蔔 以前的大蘿蔔是什麼人? 以前的大蘿蔔叫吳光正啦 楊鐵梁啦 李福善啦 曾俊華胡蘇曾啦 此無此讓 好好看看啦 是吧 那今時今日挑戰林鄭那位是誰啊? 閃國臨啊 既然是這樣 陳振聰又會不會出來碰碰運氣啊? 說真的,陳振聰家傳有本風水奇書 叫做天途佈局 又會重生機 我覺得他可能幫到香港也不頂啊 是吧 還有其他人 我覺得有能力的人 有這個崩牙區啦 是吧 除了邱那位 杜甫心呢 和聖火大佬呢 很多人都可以參與一下 民間熱鬧鬧的特首選舉 其實說到特首 最恨做的是梁振英、葉劉 好像沒什麼機會了 別有用心的 傳言 傳言而已 他本人沒有表態的 雞珍啦 李小家啦 最醜樣的 紫荊黨那些騎乱怪大陸佬呢 最有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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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校索 不要提他們的名字了 因為事實上 是沒有懵的 今天香港的殘局 神仙都搞不定 所以繼續 由林鄭 由林鄭做業咯 繼續摧殘這個城市價值咯 好鬥的阿修羅 他自然地凝聚了 一班反林鄭的山頭和勢力 這班人 是有心的 匹媽提議上海仔去競選 都對的 他又回香港 他又可以保釋 不同的那班 戴耀廷給你保釋 黎智英那些 上海仔都可以保釋 就是得到警方的信任 是一個良好市民 又不畏強權 是吧 又懂得利用網上媒介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特首人選 可以挑戰林鄭 是不是 那些一組聲明說 林鄭如果出來競選 他一定參選和林鄭大辯論 那個叫什麼名字 炒可 炒可都不出的了 說一下大哥 是美國人來的 論語第十八篇微子篇 第一章是這樣說的 就像香港現在一樣 簡單地說一句 在西邊的諸侯 當時的周文王、周武王的革命在醞釀之中 天下大變在即 奏王的身邊有三位人物 用不同的方式來應對末世 第一位叫梅子 梅子是奏王的樹卿,唐大哥 見奏王無盜,他呂間不聽 所以黯然而去,人間蒸發於南方 隱性埋名,不露任何消息 周朝立國之後 找回他的後代,封於宋,春秋戰國 時候史直成記載的宋國的來源 就是這位祖先,梅子的後人 第二位是姬子 姬子的名字叫做衰如,是奏王的叔父 也是因為呂勸奏王,暴虐人民的政策 奏王不聽 但是他覺得自己不可以走 他也不敢死 他覺得要保留有用之身 傳承文化的血脈 所以他批發長狂 被奏王混了作為奴隸 周武王推翻雙奏之後 他當然沒辦法吃周朝的官禄 所以他去了高麗朝鮮半島 將當時商末的易經文化 陰陽八卦之學帶到朝鮮半島 我們今天看到韓國的國旗 用四個掛叫乾坤陷離 代表天地日月 整個韓國文化 仍然帶著濃厚的易經色彩 第三位是秘桿 一個很有名的人 秘桿是奏王的諸父 即是中親 他面對奏王暴政 他覺得自己有責任於天下 他不可以像微子那樣人間蒸發 他又不甘像機子那樣榨醉腸狂 他不可以偷生於人世 他這樣說 他說為人神者 不得不以死憎 強奸奏王 那你偷偷一下就會生氣了 是不是 秘桿王就很生氣地說 不聞聖人之心有七竅 七竅七個洞 秘桿王說聽見人說 聖人的心有七句竅 所以 就皇上這樣說 你什麼都對 我什麼都錯了 你一定是聖人 既然你是聖人 聽人說聖人的心有七個洞 我看看你這個心有沒有七個洞 你這麼厲害 什麼都對 什麼都錯了 就很嚴重 他說 這三個的人的結果不同 孔子在五百年後 春秋距離雙末大概五百年左右 因為他是東周 已經是春秋五百的時期 當他評論這三位時代大人物的事跡的時候 孔子沒有屬意哪位高哪位低 他也沒有認為哪一種行為最智慧 他只留下一句歷史的評價 因有三人言 因相末年 有三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眉子、基子、秘幹 三個人面對時代的方式不同 但是目標很清晰、一致 他們都希望社會太平 百姓幸福 未止走的走 基子、關的關 避乾、死的死 但是為後世留下了千秋榜樣 你看看今天的香港 這張書 有三位高尚人格 歷史人物的行為 孔子稱他們 因有三人言 因為他們雖然行為不同 但是他們做的事其實一模一樣 用瑜伽的說法 他叫做成人取義 這一張書 我們看到一個時代 有人才 時代就流行 當人才衰落 時代就完 當一個政治領袖 一個企業老闆 一個部門主管 他能夠賞識人才 培養人才 重用人才 他的事業就輕 就會成功 如果一個領袖 他不認識人才 不知道培養人才 他不重視人才 他的事業 你需要 Rugby 你不需要求神問卜 必然失敗 對於個人來說 立足行事而言 重點在於你的立足處 你可以當日時 和土木同流 你可以 акête 奏輝場盔 偷生人世 為往性地計絕學 也可以轟轟列列 直肩而提 但是立足的地方必須一致 就是為了時代太平 就是為了百姓幸福 今天特首選戰 出來挑戰林鄭的 名字叫做閃國林 表面上很搞笑 但是背後你看到香港 對於這個制度的反應是人才凋零 社會死心 對選舉制度的不信任 其實 香港人 只是用喜劇的手法 傳釋這個時代的悲劇 最佳的悲劇是用喜劇的手法傳釋 你有沒有看差里卓別玲的墨片 全部是喜劇 他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戰亂 講的是飢餓 講的是獨裁 講的是人類最大的悲劇 但是用喜劇的手法來演繹 香港人 面對香港的特首選舉 我們用的喜劇手法 傳釋這個時代的香港悲劇 好 我們接著就講 我們的道德經 我先喝杯水 多謝Becky 我姓王的王是江夏王 你寫了三麥王 其實幕語是不同的讀音的 白花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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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江湖大哥不是每個人都認識的 白花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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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FORCE SWFORCE的贊助 你在台灣 中港公務員何時同身同酬? 我覺得這是現實問題 人家幾千元在惠州 在東莞做公安 又辛苦又盛 看見你們香港的 藍衣四萬,白衣七萬 真是火都來了 未和你們合作過都不知道 一起合作過打黑暴才發現 你們真是流的 其實四萬七萬 他們幾千柴 所以何時香港的警察 和大灣區的警察同身同酬呢? 問得好 我們講道德經第五十八章 道德經第五十八章 先看內文 其正悶悶 其文就順順 其正策策呢? 其文決決 證書 禍是福之所以 福是禍之所福 足之其無政 征服為其 這張很精彩,大家未讀過《老子》,但也聽過這張內容 大家很熟悉這張內容 因為這張其實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孔子,對不起,是老子 老子,食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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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著上一張57張的結論 上一張的結論很簡單 我無事而民自負,我無辱而民自撲 謝謝Kelvin,他把老子的58張登了出來 在我們的Fan Page看到了 GK Kong也登了出來 沒錯,GK Kong登了出來 上一張我們講到 政府,政治領袖,我無事而民自負 我無辱而民自撲 這張一開始就講奇政悶悶,就奇民會順順 奇政,治國者,政府 特首,林鄭他們 當他奇政悶悶,他的老百姓 他的市民就自然地順順 什麼叫悶悶呢? 悶悶 好像很負面 我們生活經常講 苦悶 煩悶 我心中發悶 我心中發悶 字面上一個政府施政 用了一個悶字來描繪 也不是好事 但是老子在這裏用悶悶的意思呢 意思其實就是 多一個政府 行政上溫溫吞吞 老老實實 朱朱兜兜 不賣弄聰明的 平和 緩慢 不花巧 不賣聰明 不用計謀 這種施政 表面上不好看 不華麗 不奪目 沒有聰明 沒有計算 當這種施政在社會 老百姓自然就順順了 什麼叫順順呢? 順順地 誠實 順厚 郭靖那樣 不識不知 安分守己 順帝之則 這個 就是所謂的大盜之行 至德之勢 相反 如果一個政府 一個政治領袖 奇政策策 那奇聞就決決了 什麼叫策策呢? 其實兩個是對 一個contrast的 對照寫法 奇政悶悶 奇聞就順順 奇政策策 奇聞就決決 策策為名 精明 一眼關七 對老百姓的生活 全部尿如指掌 所有數據在我掌握之中 就是 就是說 對老百姓的一切生活 行動資料 消費喜好 任何數據 你坐巴士還是地鐵 哪裏下車 哪裏下車 哪裏上車 何時出門 何時下車 上班下班 收入數字 消費數據 何時吃自助餐 有沒有去旅行 都策策為名 看得很清楚 你出去哪裏吃飯 你大概個人消費多少錢 有沒有出國 日本去哪裏 東京還是北海道 東京又去哪裏 南濱住幾天 你家什麼時候請客 來什麼訪客 吃什麼晚飯 談了什麼內容 為政府都要掌握 療癒指掌 夫妻父子 遠親近倫 互相監察 互相舉報 政府無一不知 策策為名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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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結果怎麼樣 結果老闆說 奇聞缺缺 這樣的國家 這樣的社會 他們的老百姓一定是缺缺 什麼叫缺缺 缺德 缺錢 缺愛 缺知識 是嗎 他們精神貧乏 物質貧乏 信仰貧乏 政府以為自己 什麼都掌握在手 全街都是天眼 所有都有數據 健康碼 出入碼 全部在我手上 這些人 他們都掌握在手上 那些人 在這種政治 氛圍之下 政府以為自己 策策為名 人民的數據 他們完全掌握 那些人就發令之章 百姓又必然以奸為智 畸辯 這就是亂國衰逝之征 放在人 為人處事方面 為人處事悶悶 你這個人一定很溫厚 你為人處事精明 就一定缺乏德性 道家三典 一個是老子 一個是莊子 一個是列子 列子的說服有兩句說話 他說周燕有魂 擦見淵餘者不祥 治療引力者有殃 一個人的眼睛 刮到你 連深水下面的魚 游泳 他都完全看到你怎麼游發 那一定不吉利 智慧聰明 看到別人的動機 知道別人的私人 一會兒就知道你出事 五害暗合 有沒有分愛情 有啊 咦? 十幾歲 十二歲 時處 凍了 天黑地衝 又合又衝 十二歲 第一次的性行為 嘩 厲害啊 是不是 什麼都知道了 糟了 沒有了私人 在你面前 整隻眼睛好像MRI 那樣 這麼厲害 這麼厲害 列子說 擦見淵餘者不祥 治療引力者有殃 那一定出事 是你出事 然後老子就告訴你一個宇宙規律 禍是福之所以 福是禍之所福 人間的福和是互為因果的 一個人 在得意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得意正是失意的開始 而失意 偏偏是得意的起端 這個就是易經經常說的 這個圖 我經常拿這個圖出來 這個就是混沌 整個宇宙 沒有任何開發前就是這樣 楊極陰生 陰極陽來 他們互相是動態的 象徵宇宙混沌的 是一個太極圖 就是這個 全白的那條羊魚 一條全黑的陰魚 你的姿態互相在追逐著 他表示宇宙是動態的 不是靜態的 不是像撤熱餅一樣 把餅切在兩邊 不是不是 他們是這樣走的 動態在動 你覺得他 羊魚 這條白色的羊魚 眼睛 有一點黑的 黑色的陰魚 眼睛有一點白的 全羊裡面有一點陰 是不是 全陰裡面有一點羊 陰魚洋魚的眼睛 就是複和變動之近 我們經常說 明年有沒有複和 我沒有問 是不是 我熟雞的 明年好不好 在虎連 好啊好啊 雞好啊 不好啊不好啊 雞大劑 是不是 其實 複和 就是這兩張眼睛 在太平盛世 羊魚的時候 和事已經存在在眼睛上 我們能夠做的只是應對恩怨 在今天香港 分亂衰世 這個時候是修行的良機 這條陰魚 給你修行 因為他的眼睛 是白色的 刻意給你一個時代 找回初心 做回自己 自我要求 在周易 所以 所有羊牛裡面有一支陰牛 它叫做天風救 鞋後 不期而遇 另一個所有陰牛的下面 第一支牛是羊牛 我們叫做地雷伏 五陰一樣 那個陰魚的眼睛 伏 找回天地之心 找回人間這一轉的目的 所以 譯經說 救掛可遇 但是伏掛可求 機緣可遇 但是修惠可求 魚是外遇 但是求是智求 大極圈的陰陽 陰魚洋魚 不停在追逐 不停在互轉 因為陽極自然陰生 陰極自然揚來 禍害到了極點 復就來的了 復到了極點 跟著就是禍 復和禍互為因果 循環交替而來的 所以老子就問了 熟知其極呢 其無證啊 熟知 誰知道 去到哪裏就是禍害的盡頭 誰知道 誰知道 什麼時候才是復的極點 其無證 證就是標準 沒有標準的 沒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人生在世 萬事都要留一步 不要去得太盡 行事享受都不要去到極 因為熟知其極 老子說你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才是盡頭 其無證 沒有標準的 你以為還有餘地 它已經轉世了 所以你不如祝福林鄭連任 去到中午十二點 烈日當空 其實 日側 即是日落 日頭開始落 所以逆經時會用月機望 望就是月圓 是不是 索就是月缺 初一是月缺 十五是月圓 但是逆經不說月圓 他說月機望幾乎去到月圓 為什麼呢 盡有進步康奸 月亮幾乎去到十五月圓的處境 期望幾乎去到完美了 未到還可以往上去 為什麼不直接說月圓 月圓之後就越缺了 走下坡了 是不是 所以老子跟著說 禁 復為奇 善 復為妖 人 之迷 其日 固久 物無美惡 過失為災 下雨 好不好 好 不過不要淫雨成災 太陽好不好 不要不斷錄 都是烈日 那麽農作物無法生長 那麽農作物無法生長 凡是好事都最後變成了壞事 因為正可能變成邪 善可能變成惡 但是我們太迷惑 而不曉得這個道理 人之迷其 日固久 實在太久了 經常以為好事就永遠都是好事 好事過了就叫壞事 經常以為壞事只是壞事 但是壞事過了就變成好事 就像這個圖 是不是 白白白白白白白 白到最後的黑色那點就創大了 黑黑黑黑黑 黑到最後那點就變成白了 老子 老子 只是嘆息世人的餘味 所以為之和服善惡 他只是提你其實沒有一定的標準 但是一般人智慧淺薄 見到的根本就不是究竟 所執的不會是必然 所以說人之迷奇日固久 接著他的結論 結論是甚麼呢? 他的結論說是以聖人 只有聖人 只有中華民族的祖先 他明白到方而不割 念而不諱 直而不是 光而不擾 只有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 他明白到一個道理 能夠善於處理這個福禍無定 正其相演 善妖互變的情形 他只是守著一個常道 方而不割 雖然方正 但他能夠與世推移 不會因為方正而割捨其他一切 方正是好事 但當你太過方正 就割裂與其他的關係 那你沒辦法跟別人相處 你方正得來不割 不會拒人於千里 可以跟別人相處 可以容物的 第二句 第二句 廉而不諱 做人清廉 永遠都對 但你不會對人對己造成傷害 什麼是諱 諱就是傷害 清官要標榜自己清廉 那你就傷害了其他同事 直而不是 是 正直是好的 但是正直 不表示你可以放肆 什麼叫放肆 是 是完全不考慮別人的感受 你正直 但你不可以放肆令人 正直 亦然可以有一個尺度跟別人相處 最後光而不要 光是什麼 有才華 有才華 就放光亮 但是 你不可以將光亮刺相別人 你懂得隱藏鋒芒 不會令人不舒服 人世之間方正 廉潔 正直 光明 本來都是好東西來的 但是你不懂得 適可而止 你會將正面的品格 帶出了反面的流弊 所以老子 他主張無為而至的大智慧 無為而至 不是什麼都不做 不是毀棄人間既有的秩序 他是想保存人間本來的美好 因為善 善就是好東西 不善得太過份 善復為妖 那就是妖的了 妖那些 知道嗎 好東西 一過份變了缺點 所以 方而不割 念而不諱 直而不是 光而不要 我們看這張書 這張書 其實道理很簡單 但是 其實作人處世 非常之有用 《道德經》第五十八章 讀一次 《奇政滿滿》 聽下去就好像很差 是吧 朱朱兜兜的 《奇政滿滿》 做政府 做到行政 朱朱兜兜 不過你不要小看 奇聞純純 他就是郭靖 都是郭靖 頓頓的 不過又不懂 古惑 奇政策策 現在很多政府在做這件事 大數據 天眼 監視器 知道大家的消費習慣 行為習慣 坐遮習慣 什麼數據都在手 那是奇聞缺缺 又缺德 又缺錢 什麼都沒有缺 根本就什麼都沒有 因為你估惑 我還估惑 大家鬥估惑 官民鬥估惑 禍是福之所以 福是禍之所福 熟之其極 什麼時候才到盡頭 福和禍 不知道的 奇無正 哪有標準的 征服為奇 善服為妖 好東西會變壞東西 是吧 善意很多出事的 大家記不記得 有個海耶克的著作 他說 通往地獄之圖 是由善意足成 多少好意最後變成 導致你走入地獄 人不知迷 其日故久 你以為好東西就是好東西 很多好東西最後變成壞東西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是以聖人 尤其於這樣的緣故 中華民族的祖先 就懂得這個道理了 他會方而不割 念而不畏 直而不是 光而不要 好 但是適可而止 不會適可而止 所有事情 無論是營養 無論是愛 無論是美人 無論是美食 飲食 男女 權力 金錢 財富 地位 所有好東西 最後都可以變成大缺點 摧毀你 這個就是 老子這一章 五十八章的中心思想 其正滿滿 其問純純 其政策策 其問缺缺 禍是福之所以 福是禍之所福 贖之其極 其無正 征服為其 善服為妖 人之謎其日故久 是以聖人 方而不割 念而不畏 直而不是 光而不擾 好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多謝各位 先和各位拜過早年 身體健康 趁沒什麼地方去 大家一起享受一下 一個寧靜的農曆新年 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我們再見 兩個星期之後 是正月十五才再見 拜拜